白色轎車緩緩開上人行道 目標就是這間拖鷹中心 準備向後撞 不過仔細看 旁邊就有一名男子 當起攝影師 拿手機開始錄影 轎車撞第一次 鐵門沒壞 他又再繼續撞 前前後後 連撞三次 換個角度看 碰得一聲整輛車插進鐵門 幼兒園玻璃噴飛 揚起塵土 轎車擋風玻璃 還特別掛上布條 寫著天地不容 人神共憤等字 業者損失慘重 粗估至少二十萬以上 原來這間拖鷹中心的前身 就是爆出園長之子性侵案的幼兒園 這次被衝撞 原方不排除幕後 有人叫唆 更是無奈 因為該幼兒園早已經換人經營 但還是有民眾搞不清楚 潑漆泄憤 開車撞鐵門 短短四天 幼兒園就被攻擊兩次 十八歲的馬姓嫌犯衝撞後遭警方逮捕 他沒有駕照跟朋友借車 一路從宜蘭開來臺北 公稱自己有一歲女兒 看不下去才衝撞泄憤 警方以現刑犯逮捕 就怕有模仿效應 警方不敢大意 兩小時巡邏一次 並設置入檢點 只是背後是否有人操縱 想製造恐慌或博取流量 也成了警方下一步的追查重點 3D新聞 蔡宇智 林英俊 台北宋報道